字幕組長 其實你沒有錢了嗎? 你沒有錢了嗎? 你沒有錢要跟我講呢? 沒有錢? 聽說你用錢一天都一百萬喔 你連著演什麼? 還有什麼? 看來就知道大家都演那種金棒三的 你的形象就是 金棒三的啊 好好講話小便 那哪來的啊? 那你早來的啊? 帶飯 你才被拋棄啊 你全家都被拋棄 因為迪斯甲是台北市 第一名的夜總會 很漂亮 那時候都是 崔台青 劉文正 都是各個大牌 還有太陽城 所以今天我們兩個能夠站在這裡 好開心 對不對 江志梅 黃志強 要加油 不是志強隧道喔 是志強喔 對對對 要幫我們加油 對 大家好 歡迎江志峰 嗯 江志梅 我是江志峰 大家好 我是江志峰 的姊姊 是姊姊姊姊姊 很開心來到信吉 跟好朋友見面 那第一次來到信吉的攝影棚 我覺得 哇 美麗喔 太美了 希望以後可以有機會 經常來參加信吉的節目 沒問題 哈囉 我們的那個化妝師說了一段話 拉得還沒拉 現在拉了嗎 拉了啦 唉唷 蛋豬喔 怎麼會忘了拉 不是要吃 急著看看 沒有 急著要工作 對 好職業 對啊 所以這個不是初老症狀 這是經驗 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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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有拉拉鍊的人都比 經驗 等一下我偷跟你去廁所 那你有沒有拉 那你有沒有拉 太長了 你確定嗎 對 你會吃杯喔 你會吃杯喔 真的嚇得 那你怎麼看 你要生不如死唷 這麼可怕 你覺得可以活到八十歲 就存到八十歲要花的錢 對 對不對 我八十歲以後 我就沒錢了 對 那我八十歲到一百歲之間 就是要當乞丐 對啊 所以我買了一支琵琶 琵琶是什麼 那種琵琶 那種琵琶 我來涼瓜了 讓你聽你 街頭藝人 街頭藝人 不要這樣講 八十歲以後 我怕年紀太大 有時候牌子會跑掉 幕後花絮 我們下集見